大家好我是山姆 那昨天在一乘二乘的讲座中 其实有学生问到他想要转职当技力教练 那他想要学Michael Broly功能性训练圣经这套系统 那要怎么学啦或是怎么进这个产业 那基本上经验是告诉我啦 先找一套成熟的系统 跳下去练带说啦 一位专业人士可以 熟悉一套系统是相当难得 其实也是相当难见的一件事情啦 因为你要身体力行 那这需要时间 这是绝对没办法述成 但其实有多少人愿意下苦工去扎扎实实的去练一套系统 坦白说这样子的人很少见啦 这样子的人很少见大部分人都练一下之后稍微有点成绩之后就 就可能会没有那么扎扎实实的在练 或者是已经觉得自己出师了 所以我之前的广播才会说 即使取得了证照但平常就是随便练或不练的人 实际教学就会打回原型 就像我一个朋友分享的 有人取得ASOS证照 但是在教练在教课的时候还是在教 连续做100下 100下福利挺身 100下引体向上 100下仰卧起坐 但我想这绝对不是ASOS证照内容所说的方式 所以我说嘛你平常练什么其实你教练课就会打回原型 或者是叫你临时上场你就会打回原型的 那我之前在开1乘20训练讲座数科班的时候 上完第1周之后 就是其实不少人在问下一周课表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都是回答就一样 那上完第2周之后还是会有人问第3周课表是什么 我的答案就是跟第1周一样 到最后就不会有人问了 其实是这样子 如果你要进步的话为什么要换课表 如果这个课表一直都在进步的话 为什么你要换课表 是吧 我觉得问题就是那么简单 或者我说 激励是习来的技术 激励是透过学习而得来的技术 所以如果你要学会 为什么要一直换课表 为什么要一直换动作呢 想想看你小时候在骑脚踏车 或是打篮球 或是游泳好了 你就是一直练了 练到某一次 的练习的时候你就突然会了 那这就是学习的过程了或是我们叫做失望之谷 失望之谷的连结我会放在下面大家可以去看 那课表一直在改变动作很多花样你怎么知道进步是什么进步了什么 怎么进步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每次训练都没有改课表的原因 你要知道 动作要怎么做 什么时候要增加重量 重量增加多少 动作做不到怎么办 什么叫做适当知识等问题 你要先从自己的训练中学习到这些经验 你未来在指导别人的时候 比较不会出问题 对我来说这就是当专业人员的第一步 你要先 先将自己练成像一位专业人员 OK 那改课表其实不难啦 给课表也不难你去我付费讨论区就看到很多课表 因为 训练的关键不是真的课表 而是教练的指导 有很多细节或我们说的所谓的隐性知识是没有写在课表里面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听到 为什么我找教练上课都会进步但同一份课表我自己练都不会进步 OK 找教练而找教练这件事不管是一对一啦或团体班其实都有他们的好处跟坏处啦 一对一可以针对个人的需求及问题来调整 当然费用也比较高 那团体课的好处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其他人的问题 同时学习你的教练去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从中去获得一些经验 因为别人的问题未来也可能会出现在你学生的身上 比方说好了我之前的团体班里面课表有 雅铃的躯体划船 那这动作其实有不少人是做不好的 所以我就会跟学员说你可以怎么调整换成什么动作 或者有学员是没办法在地上做福利挺身的 我就依照每一个人的程度稍微来调整动作 所以其他学员就可以观察我在我在教学的时候是怎么做 从中去学习到经验OK 那花招不重要吗 不是说不重要有用的花招当然重要 但 应该等到基本功都熟了之后再来谈 你掌握基本功之后要学花招其实很快啊你看一看影片你就大概知道这动作怎么做 而且你也比较有判断能力 知道什么花招是有用的什么东西是骗小朋友的 或什么是东西是用来行销的 我记得有一位狐林大师 狐林大师他在大陆讲课的时候因为我的朋友是他的翻译 这位大师私底下都说 你们亚洲人很奇怪了什么都不练 只是想要学花招 但基本功就这些东西而已 但是这个 这个大师就为了赚钱了他也是会搞出一些花样来传说给亚洲人 那这个观念其实在各领域都是相通的 我有一个学生是不教界的物理老师 他说 已经有七八十分程度的学生通常都喜欢挑战很难的题目 但不一定有帮助 你反而去练习这种基本题会有帮助 因为 复杂或困难的题目其实都是基本理论的组合及变化 你只要能够熟悉基本功成绩自然就进步了 那基地训练的道理也是一样 初学者可能因为接触各种的花样跟工具而进步 所以会认为 挑战更复杂的动作会带来更进一步的进步 但其实可能性不大 你反而好好把核心观念及基本动作学好 那身体素质跟基地就会更上一层楼了 那在学习基地训练的时候 沙姆发现其实不少人都会被商业市场的运作机制给带着走 为了吸引你来付费或学习 他会创造各式各样的动作 工具 主题 让你误以为训练就是这么花俏 这么多元 这么丰富 所以你可能每年要花几万甚至是几十万来上课 不但在追求新的东西 新的方法 新的理论 甚至是新的书籍 但你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去磨练自己的基本功 只要市场稍微有风吹草动 或没有听过的东西 你就会很紧张 落入所谓的知识恐慌症的问题 深怕落后别人或跟不上别人 所以你就会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不断去上研习 证照课来安抚心理的不安 就这样不断的循环 那这是市场的运作机制 不是学习机制 当然我就是有走过这条路 所以我才会特别 勇敢 那只要你可以看破回到基本功把自己的问题解决 同时把身体练好 你就慢慢看出市场的轨迹 对自己你就会越来越有信心 你会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点 我并不是说证照不重要 但不要为了证照去花太多钱 对教练来说你至少要有一张合格的证照 同时AED CPI 那其他要不要考 我觉得这就是你每个人的选择啦 就是大家钱难赚 其实不要花愿望钱 这是我诚心的建议 那最后如果你想要学microboil训练系统 其实可以先考虑跟自由重量 基地训练的20班开始啦 那大家以上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问